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练习方式和思维性不足 不是他练习的时间不足 是思维性不足 那么其实很多的学员或者是情友们 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比如说纸板音阶的话 他们一想到我五种指线音阶 肯定是要练的对吧 练得滚瓜烂熟 就是说 缩曲音阶 那么还有个瑞琴节 那么其实这样子的练习 其实我们需要思维的去开动它们 去运用它们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当我们这样子去练的话 其实一方面把我们的机能练好了 那么如果说 只停留到手指的机能这一块的话 那纸板音阶的思维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练思维 今天我分享一个思维性的练习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琢磨 那么其实这个思维 就是一个八度音的练习 就从一个八度 到两个八度的这样子的练习 那一个八度是什么意思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八度 对吧 这个抖音和这个抖音是一个八度 那么这个抖音 那么这个抖音和这个抖音 又是一个八度 然后从这个抖音弹到这个抖音 那么就形成了两个八度 这个两个八度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八度 然后再延续到后面一个八度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的话 就是从一个八度里面 去走不同的弹奏路线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弹到这个 对吧 那么其实刚才说了这个咪行键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缩行键 对吧 这是一种不同的路径的开发 然后形成自己的弹奏的一种路径的逻辑思维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抖音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八度音的抖音 对吧 所以说吉他纸板和钢琴的键盘是不一样的 就是键盘的音它是唯一性的 就是趴下去就是一个音 其他的音跟它音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吉他上是不一样 吉他上同一个音高的一个音 在吉他纸板上可以找出好几个来 那么吉他上比如说的八度音的话 那么我们找这个音的话 是其实 对吧 还有 是不是这里 对吧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去逻辑思维性的话 去开发这个音的不同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走它的路径去 比如说弹到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走什么路径 缩行键 对吧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咪行键 对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横向的跨度 借助拉行键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形成了三种的不同的弹奏的路径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弹成这里的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对吧 其实可以弹奏不同的方式 去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八度 那么当我们 第一个八度 这个八度和这个八度弹好以后 那我们要从这个八度弹到这个八度 或者这个八度 其实还有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共同音的 就是二弦的十三平 那么其实从 这个和这个的选择性 八度的话 它有很多种的逻辑思维 所以说 从两个八度引起理解 我们弹奏的过程中 它可以活跃你对纸板 你应接着思维 是不是 那么也可以弹这样 它可以弹出不同种的路线 但是我们的宗旨是 我们在弹的时候 手不能傲刚 就是一定要顺畅 那么还有一样 我们弹到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从这个抖音 弹到这个音 那么从这里开始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采用不同种的方式 那么这样子的 就完成两个八度的练习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 第一个八度音的可能性 就是说 从这个抖音开始 这是八度 对吧 那三个八度音 你可以通过不同种的方式 把它给结合起来 就是弹奏路径 不一样的弹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说还会卡顿 没关系一开始 然后呢 一定要想 我在哪一个音阶的范畴了 这是你练指示音阶的概念 久而久之的话 其实我们不需要 指示音阶的范畴 但是我们练习过指示音阶 它有一个肌肉记忆能力 弹到哪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清楚地明白 这个音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进入了这个地方 那下面的话 接进去就很容易接进来了 这个就是两个八度音的训练 其实这个的话 每天的话 你如果说没事了 就是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呢 先找到某一个音的 两个八度音 有不同种的八度音结合 然后串联起来 从A到B到C 或者A到C到D 对吧 其实可以做一个选择性 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玩一天都可以玩出来 我相信这样子的练习的话 你大概一两个月的话 对指板音阶的 这里的思维性会拓展 而不会再去手上那种 机械式的 不经过我们思维性的练习 这种方式来达成的效果 要好上好几倍 今天我们就到这 希望这种两个八度的练习 能给你带来对指板音阶 更好的理解 拜拜 如果您随时会拓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